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利用这个单片机和遥控器来介绍一下红外线遥控的原理 首先我们的遥控器是内部由单片机或者是遥控发射芯片 以及键盘、红外线发光管以及驱动红外线发光管的电路组成的 现在的比较简单了,一般是由电池 这个遥控器内部就有一个裸片,然后连精震都没有 这样它与我们的键盘来编码 也就是说每个键盘它是与内部的单片机形成矩阵 有单独自己可发送的数码 那么我们看,在手机下能够看到红外线发光管的发光 在平常肉眼是看不到这个发光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在我们单片机不接收遥控器发射的信号的时候 它的显示是全零 在我们按下一个按键的时候 我们看,这个是40128 我们再按一下这个,同样是40128 我们按下别的按键 这个数码随之改变,这是10 然后后边全是0 我们再按一个,同样是130128 那么它的接收是通过我们这个红外线接收管 红外线接收管实际上是内部集成的一个模块 它有三个引脚,一个是接地脚,一个是输出脚,一个是供电脚 供电一般是5V 它的数据角呢,是接我们单片机的中段引脚 因为中段引脚能够实时响应我们外部输入的信号 能够随时来做出判断 我们遥控器所发射出去的信号呢 实际上是二进制代码 一般是34位 前面有两个70码 然后中间两位呢是用户码和用户繁码 然后再往后两位呢是数据码和数据繁码 用户码呢实际上也是由八位组成的 八位组成一个字节 然后是用户繁码也是八位组成一个字节 数据呢也是八位组成一个字节 数据繁码同样是八位组成一个字节 由于我这个数码管只有八个 所以说呢前面是用户码 后边呢是数据码 那么不同的遥控器 它的用户码是不同的 另外我们的遥控器由于按键多 它的用户码也是不同的 数据码呢当然也是不同的 但是每一个按键都对应着 唯一的数据码和用户码 虽然我们看着它发送的信号都是相同的 实际上它发送的信号呢是38千赫的 然后通过我们这个红外线接收管接收以后 然后通过我们单片机识别 识别以后 识别呢是因为内部有程序 识别以后呢 我们只是通过单片机在这上面显示出来 实际上没有显示单片机也已经识别了 通过识别这个不同的数字 然后呢加到内部的变量储存起来 然后通过我们内部的程序 然后通过单片机呢就能够控制各个引脚的高低电位 也能够控制单个引脚输出PWM信号 当然有的单片机呢也能够输出相应的DA转换的信号 这样呢就能够控制我们外边的 比如音响的音量加减 比如电视的亮度 或者是电视的调台 总之我们遥控器每个按键所发出的数据呢 都是唯一的 然后就能够通过单片机判别出来 来控制相应的电路 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